大概就是這幾個啦 我想這就是我上面都有加註解 你們可以即時可以從那個雲端上面 直接去看到那個我們的這個結果 我把它貼到這邊 不過其實這個還可以更精簡 那同學問到說到底以後寫法上面 如果你不會用函數的話 那變成你可能就是要做很多事情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當然寫個回圈也可以啦 可是寫個回圈恐怕要多寫好幾行 而且複雜度會高很多啦 那另外這邊這個也是一樣 你要大概這個地方range 其實你也可以寫一長串 有沒有你可以用array array刮弧1一直到42 結果一樣有沒有 可是好像這種寫法會比較精簡 所以每個人的寫法不太一樣 那當然你盡量就是要能夠善用 正列裡面的一些函數啦 就是要熟悉啦 如果你不熟悉的話 變成會有很多的問題 但是如果說你不太熟悉啦 我建議我之前好像給各位一個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叫PHP的手冊吧 其實如果有些部分不熟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手冊打開來 然後把那個某些的函數貼上去 它有關聯的東西 裡面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的東西 像索引裡面 比如說你不熟哪一個函數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 Ctrl C 然後這邊有個什麼 Ctrl 就是索引對不對 你把它貼上 這邊就會有 有沒有 然後其實array的相關的東西都在這邊 然後你把它點開來 那這邊有稍微介紹 我覺得它這個比較不錯的地方 就是說它底下有一些Sample Example 有沒有 你也可以拿這個Example 去Try一下 每一個 每一個都有 而且這邊還有範例 很多個範例 底下一堆 一堆的範例 每一個範例 怎麼樣 你就可以複製貼上 然後修改一下 我想這個可以弄很久 這個每一個 你看這麼多 OK 底下還有 太多了 做不完 那另外的話 它還有參見什麼 array 有沒有 spice 這個也有 Not unset 太多了 比如說你這個部分不會 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 把一個宿主中的部分去掉 並用其他的取代 就是你可以裡面部分的那個array 你可以取代成別的東西 那至於怎麼做 底下一樣 也有很多的Sample 哇 這麼多 底下這麼多 所以如果你要徹底 我建議如果說你要了解 就是資料庫 之間的存取 你還是一定要把正列學好 因為你正列不熟悉 你很多時候你根本沒有辦法處理大量的資料 因為資料庫的資料一過來 糟糕 不曉得放哪裡 怎麼處理 沒辦法做排列 組合 所以這邊很重要 另外的話 我們再來看 這邊很多 每一個都有 你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有空的話 可以把array開頭的 像這邊有一個叫array random 這個我覺得也蠻好用的 什麼叫array random 這個R-A-N-D 你會發現 R-A-N-D 跟array 居然可以產生一個新的函數 顧名思義 什麼意思 在array裡面 隨便抓 抓幾個 抓六個出來 那其實 是不是也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 剛剛不是打散 再抓前六個 那你其實幹嘛打散再抓前六個 你抓的時候 就是隨便抓 就是乱數抓六個可不可以 可以啊 好像更快 所以我剛剛就試了一下 我把那兩行變一行 什麼意思 打散 再抓前六個 改成什麼 改成隨便抓六個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 有嘛對不對 所以改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子 其實這個東西就這樣 很花時間 但是還蠻有趣的 OK 所以延伸性很大 有沒有給各位這個東西 這個你要網路上找還找不到 這個是我花了一番功夫找到的 你可以找找看 應該是有啦 不過好像有些都有病毒 或者是怎麼樣 反正這個我覺得 那用這個來學習 真的可以徹底學會PHP 很多工程師手邊一定要有這東西 因為你沒有東西 你怎麼學習 對不對 你徹底啦 反正一個各個擊破都可以 那我們把這個array 加ind放在哪裡呢 我另外另存一個新檔 就是dash4 各位可以看喔 我把這兩個東西有沒有 變成一個 怎麼做呢 很簡單 有沒有 隨便取六個 用這個 然後把這個有沒有 放過來 0.6 丟過去 有沒有 又少了一行 這樣子的話 你會發現喔 程式就非常精簡的 這個我想 所以善用這個函數 真的是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run一下可不可以看 這邊run出來應該是一模一樣 而且應該是不會重複的 而且是一定是由小到大 不過以後如果你要由大到小 你反正就是找那個另外一個source 反向的source 也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盡量善用 至於裡面呢 有哪一些東西 請各位稍微找一下 你可以把那個 這個這個 怎麼講 你的那個函數貼過來 然後去找相關的 它這邊有相關的 或者是說你可以從內容裡面 印象中有那個 韓式參考 裡面好像也有 像本文的話是 文本是指的是那個 我印象中是那個字串部分 那如果說你要找陣列的話 裡面也有相關陣列的 像中什麼 語言參考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 是不是陣列吧 反正很多 函數這裡面也有 所以從這裡面的話 我想可以找到蠻多參考的 ok 這裡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 來把畫面 現在還給各位 試一下 就把那個什麼 array 改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盡量一定要動手做 還有就是說 你們那個 一個大寫一個小寫 做錯了 好像也會有 跑不出來的問題 再來就是那個 Juneweaver裡面的設定 你也不要 像我看我同學 那個網站設定 設定錯了 也會跑不出來 這個其實蠻多細節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要一定要熟 熟了之後 其實你會看PHP 其實也沒什麼 ok 那跟 我前提是要熟 如果你跟他不太熟的話 當然就有什麼 光環境就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要做 因為如果你常常做 常常做 就很快的 ready 因為我們有還原系統 所以你每次來 我看大概 我這種東西做個十次以上 應該就熟了 你就不用 像第一個 那個什麼 server一定要弄起來 第二個 Dreamweaver 一定要把它弄起來 如果我們原來的版本不ok的話 你就用我提供那個版本 所以恐怕你要放在低碟 第三個 Juneweaver裡面的那個網站設定 那個已經我們第四周了 應該我想你要熟悉了 再來就是說 雲端上面的東西 如果你 假如你現在不熟 一定要記得要論壇 要加一下 影片要多看 再來就是回家 自己的環境要架起來 多做 之後後面還 我們還會再講到 有關PHP跟MySQL 資料庫的部分 如果你正列ok 再銜接MySQL 我相信應該會更駕心就熟 為什麼 因為資料一過來之後 你看資料倒過來轉過去 或重新找 或者重複的資料 或者你要找這個正列裡面的資料 其實都是用這些函數在幫忙的 所以如果你這些函數熟的話 管他資料量再多 兩下子就可以找到你要的東西了 最後再把結果輸出給Cline端 這個Cline端當然也許可以是網站 就是一般人的瀏覽器 當然也許也可以是一般的手機 所以後面的話 再來就講到手機的APP 這裡我想各位 先試著把剛剛 也把剛剛這一段 再複製 我一樣把它放雲端上 然後你們可以再找一下 來自拍把它們 在挽動 隨便會是 有 Wanna呢? 谢谢大家